台北市的未来真的是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我同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台北市的竞争真的不是只有台湾内部 而是要干国际化 所以我看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 我其实就是说看他的国际观跟他的构思 能不能够把台北带向国际 我在这边昨天我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 2012年第一次公布了 就是发行营行跟经济学院的研究机构 他们第一次公布了全球的城市竞争力的评比 台北市其实表现普通 就是说他在整个排名里面排名第37 可是他周边的亚洲的这些国家的首都 包括新加坡香港东京所有 他都比台北好 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来了 也只是为辅着落后台北 我看如果我们台北市不努力的话 过几年之后就被追上去了 台北市的这个经济表现当然是不好 因为台湾整个经济都不好 所以你看整个它的经济排名上前十名 几乎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城市 那台北市的基础建设 那这几年因为网路发达 捷运系统很方便 所以它的营运效率效能提高 可是台北的硬体建设很差 所以来过台湾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那至于说 所以台北市它的城市规模 策略位置历史文化这方面是比不上 你像巴黎啊伦敦啊 或者那种比较具有历史的 那个多汇区 每年吸引的都上千万的这个观光客来 在台北市这方面是不行 但台北市有个优点 就是它多样化 然后它的这个公民社会的福利很够 全球吸引力也够 所以它其实是有竞争力 那我们一般来看这个 这个全球竞争力大概都 的城市竞争力大概都放在 你的人口数字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创新 你生产力如何 你城市的愿景怎么样 你开不开放 你生活品质如何 你绿化的情况怎么样 或者是你的金融 你的这个文化的特色 这些软实力 如果你看2022年全球市竞争力的 评论报告来讲 台北市它的这个 金融产业的成熟度 是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环境也有努力的空间 文化特色也需要加强 那未来 在这样看的话 这未来就需要一个非常具有大格局 跟这个国际事业的一个市场来的领导 其实我看了一下 这个绿营的提出来的 我其实有点跟主持人不一样 我不觉得柯文哲是非常有国际观的人 你出去开个会都不算什么 国际观的人 你要从他的这个 他平常的言谈跟他的这个看法 还有他这次证件都看得出来 蓝营的这两个候选人最可能出现的 这个联盛文跟丁守宗 其实在我看来两个都很优秀人 但是这个丁守宗的缺点就是没有联盛文年轻活力 现在在全球大都会的都市里面 大概首都级的 那个都是越来越区域年轻的 这个年纪大了是吃点亏的 那在这个国际事业方面 他们两个应该都有 在治理的经验上 丁守宗过去是没有政务官的历练 但他立法委员做得很不错 那这个在治理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联盛文 他是大部分都在金融业等商业服务 所以两个人是相当的 学养相当 历练也相当 那这个两个人也都有企图心 要把台北市带上一个国际化 那这个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看一个人的治理 就像你看台湾一样 你看台湾的治理 就发现就是 马英九一个人 一个人治理台湾是没办法的 马英九没有同队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句笑话 在讲全台湾的这个台澎 已经沦陷了 只剩金马 只剩金所金普通跟马英九 所以这个这虽然是一句笑话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反映 现在的现实教话 所以我觉得一个台北市市长 他要做的 他要充沛着人脉的关系 他要有魄力 他还要有一个团队 这方面来讲 当然 联盛文的这个优势 就稍微凸显出来了 那你看他所提出来的 一个西区复兴 其实我看了一下 所有的那些政见 大概比较内涵 实际的掌握得住的话 一句就够了 你的西区复兴 因为你西区复兴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他会刺激内需 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对年轻人来讲 他是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还有就是他要外资会进来 台北市的活力要这样才行 这个 当然我还觉得说 这个 他的建设 他的这个台北双核心的建设 这个构思也非常好 其实你去过匈牙利 你就知道 匈牙利有那个布达跟佩斯 两个城市变成布达佩斯 这两个双核心的那个城市 它建设起来 虽然它们比较穷 可是你看它 看起来 觉得还是有个国际化的 就是 你跑过东欧的小国家 每个都很穷 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 其实都很穷 可是你去看的时候 你觉得 比用台北来的 又干净 又便捷 就空气也好 所以其实我们台北市 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 能够有具有竞争力的 那这个 台湾优卡变贯同卡 那当然就是一个 远大的抱负 如果这个的话 其实对台湾 这个提升国际形象 跟参与国际空间 都有很大的帮助 跟这个周边国家的 那个外交 这个往来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远大的帮助 不容易 能提出这样的政见 很不容易 只希望它能够做得到 当然联系会有很大的确定 就是刚刚这个 我们这个执行长讲的 它的权贵 其实我看一下 以我个人来说 我不敢代表大家 我觉得 是个乞丐也好 是个权贵也好 有能力的就应该疏通 能够带领这个 一个团队 把这个市政建设好 就很重要 其实权贵在整个 国际大都会的 这个首都里面 成功的范例很多了 大家最喜欢的 朗朗上口的就是 彭博 那彭博 那彭博当然 连世文跟他跟彭博比较 彭博都有钱 他可以在这个投入纽约的市政里面 他不要领钱 他十二年的任机下来 就两百七十万美元 他会补领 而他付出的 包括他对这个义工的推动 枪支的管制 还有移民的改革 这个他自己花钱 所以这样的一个优点 对他来讲 他根本不受民主党共和党的签证 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连世文不一定能够做 但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给看出来 那他比其他的候选人 他比较不需要太多的财政 我记得以前赵耀东 当经济部长 只能讲过一句话 他喜欢用附加子弟来做政务官 因为附加子弟既来做官的时候 他对钱会看得很看 所以他不会有这个 换句话说 他不会用这个位置去赚钱 那反而来讲的话 他这个政务顾虑比较少 那换句话说 这个目前我们看台湾的台面上的政客 绝大部分都是拿权去变成钱 你看到立法委员 刚刚进来的时候多清纯 只要你看得越久 你就越黑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所以他又会变成 用他权利去换取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利益 那连世文这方面来讲 他应该是用 钱 用钱去取权 你可以这样说 但实际上来讲 他不会在做市长之后 要去拿权去换钱 我觉得这一点对整个台北市的运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至少对我们台北市的整个系统上会比较清廉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 我觉得一个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首都市一样 真是一群人来治理 而不是一个人 那柯文哲也想不到 他如果当台北市长的话 那他的团队在哪里 到现在看起来看不到 我估计他们当选一桌 大概就是把民进党那些 过去那些在自然上回来 那连世文现在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有这个欧静德 欧静德过去在峰平很好 在台北市都副市长的时候非常好 这个 所以他未来一个团队可以预计到是应该是蛮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连世文前一阵跑到纽约去取经 想复制一个这样的经验 是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我其实蛮乐见 这两个人都能够有好多表现 但是我就是认识来谈 我特别是很可能在活力 在年轻方面 在他政见的这个想法方面 是非常具国籍观的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